糖醋排骨 排骨先焯水 凉水下 凉水下 这之前咱们也讲过了 排骨也先洗一洗 把那斜水洗掉 嗯 再得腌 进行腌 而且炒的时间多 要嫩 我焖饭没加水 你应该等会再说 就是这一次干 这个排骨焯好以后 捞出来再用水洗一洗 嗯 沫子都出来了 对 这个排骨或者肉 如果不焯水出沫子 那它直接弄会怎么样呢 就这汁也浑不好看 然后那些肉渣啊什么 也都在那 能看见吗 能看见 你看你焯完了 洗掉了 那些东西不在了 如果你带着 它肯定有啊 那沫子是肉里的什么 肉的就是血水 是血吗 血 那为什么是白沫子呢 一部分是血 一部分是肉表面的那层 就主要是血吧 你洗干净了以后 再煮完 那个肉汤 也是清的 炒芝麻 炒芝麻 这是生芝麻 这个就是为了好看 出锅的时候撒的事 吃的时候耽误事 你知道吗 糖醋排骨也可以不放芝麻吧 可以 它放点芝麻点缀也好看 嗯 还有这个白芝麻可以放到口水机里 浮气废片 就少傻一点芝麻点缀 什么菜要放芝麻 这事有讲究吗 有些菜是放芝麻的 就像糖醋排骨 口水机浮气废片 原理是啥呢 只是川菜里面 就像有一些是放花生碎 碎的花生 嗯 没什么原理 就是好看 可以点缀吗 但也不是什么菜都可以用它点缀吗 对 有卖熟芝麻的吗 有 那为啥不买熟芝麻 它那个熟芝麻炒得太大了 就表面糊 小火炒芝麻 小火一定要小火 像我刚才说这几个菜 放白芝麻 一是这几个菜普遍放 还有这几个菜放白芝麻 也比较大 跟他们口味上 其实就是人们做菜的一个习惯 这么多年来形成的 可能第一个人 他做糖醋排骨 或者做口水机一手放 后来也就传下来了 其实饮食上都是这样 是吧 对 那饮食习惯怎么形成的 就是地域一个习惯 一个地域一个习惯 然后你从小吃 它就是放的 你不放就觉得不对 对 然后别人 他如果要是吃 他从小就没放过 他觉得你放又不对 就跟粽子 什么豆浆 分咸的甜的 他喝惯了 他就要那种 对 但这几个道菜里面的白芝麻 普遍性还是挺大的 这排骨其实炖了多长时间 一个小时 得一个小时 得一个小时 所以你做这个糖醋排骨 不是说炒一下就完事了 对 那光排骨 你就得搞一个小时 也有直接就是 生炒 炒完了以后 我洗干净了 直接生着下锅糖醋 下里面 但是那个醋呢 挥发特别强 你如果在里面一直炖 把醋加进去 那醋到最后已经挥发了 有生的直接就下糖醋做的 糖醋 然后再兑水炖呢 对啊 有这么做的 但是饭店都会这么做 那是家庭做法 有这么做的 那不对啊 我觉得 对 先煮熟 咱们就是饭店 秦也 必须按饭店做法来 我要稍微炸一下 为什么我做米饭不加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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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 在家里做 如果觉得过油浪费油的话 也可以用平底锅小火煎 但是这样肯定效果好 炒之前拿油过一下的原理是啥呢 把外边那个排骨的皮 让它稍微炸一下 硬 有一点硬 有点小脆 对 有点缩紧 对 有些时候我做的糖醋排骨 就是水了把插的 对 你那就是像煮出来一样 对 只有糖醋味 像红烧排骨的感觉 你这是裹的啥 玉米淀粉 一层干淀粉 玉米淀粉 对 它这个就是保持排骨里面的水分 如果你直接下去炸呢 这个排骨就太干了 里面的水分都给蒸发出去了 放一层淀粉就保护它 这个排骨里的水分 外脆里嫩 对 它这个达不到脆的效果 但是就外面有一层皮 我在梧桐那个餐厅吃那个糖醋排骨 印象深刻 它那个最表皮那层皮是脆的 它能做到的 那个就是你炸完之后 直接把糖醋汁兑好 下了排骨 就翻勺那个糖醋汁裹匀了以后就出锅 这样 坏呗 对 你别下里面 在里面再炖一会儿 恨不得它那个汁甚至浇在排骨上 那有可能 就下到锅里面翻 很薄的一层汁 对 只要汁裹匀了以后就出锅 汁一多水一多它又不脆了嘛 但如果你想吃那种脆一点的 就是兑完汁以后熬好了把排骨下到里面 汁裹匀了就出锅 这就稍微脆 这就比较脆 少一块是啥原因 他给你这个 这个过去就不這樣了 你不强坏这吗 哎 松了 不会断了 捞这个锅油的东西要把照里擦干 如果有水呢就会崩 这分两遍炸啊 对 如果一遍都下去了 就油温降到太低了 好 这就可以了 外面一层 炸的有点干了 对 第二轮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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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勾欠了 我觉得 有点腻尾 好像不勾的好一些 勾多了吧 可能是吧 粘都糊的 基本上勾欠要看出 嗯 看起来是不勾欠的效果 对 嗯 整的跟没整似的 要的就是那个分寸啊 对 最后撒芝麻啊 嗯 这直接都靠下去了 嗯 这里边不用放点什么配菜什么的吗 不用 如果放的话可以放青豆和胡萝卜丁 好 好 这个汁已经适合了 这唇是这个汁是炕出来的 嗯 嗯 你这是小排骨啊 对 你买了就是这样呢 还是自己剁的 买了就是这样 他给你剁完的 嗯 嗯 少一些汁吗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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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